最近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登上热搜 半百的年纪研织好一张娃娃脸 完美的身材比例拥有傲人的学历 还很会穿衣搭配 一态知性优雅 当然人红后还被挖出了黑历史 在5月10日第二十日韩国总统就职典礼上 金剑西一身全白色裙子 白色腰带点缀相当有范 长袖设计的A字型裙装 非常适合正式场合 也凸显时尚感 简单大起 发型利用空气刘海带来的娃娃感 整个人看起来很清纯 尹西约总统解释说 夫人存白色的旧纸服装中 蕴含着干净的正直 新的开始 这是韩国第一夫人第二次 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不穿韩服 前总统文在寅的夫人金正淑是第一次 当时金正淑穿白色花卉图案的两件套西装 这次金正淑身穿天蓝色韩服 出席了尹西约总统的就职典礼 以往历劫韩国总统夫人 都是穿传统韩服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 在大家印象中第一夫人的服装 要么是请专人花长时间定制 要么都是高端品牌 这位新晋韩国第一夫人金正希 难得低调 参观纪念馆和就职典礼时 所穿的衣服都是从小企业主那里购买 并没有昂贵的奢侈品牌 这可比上一人韩国第一夫人金正希 结底其多了 要知道金正希在秦瓦台期间 曾购入两百多件名牌服装 被民众批评太过招摇 虽然金正希穿的都是小品牌服装 可是朴素并不代表不出彩 她在穿衣打扮上相当时尚 在搭配方面很有创意 简单的衣服都能被她穿出大牌的感觉 也许因为她学的就是美术 从事的也是有关于艺术方面的工作有关系吧 比如这套穿搭简单黑色西装 用红黑相间的长丝巾 随意的在领口打了一个结 就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接着来说说金正希的蜕变史 在少女时代家中突遭变故 做公务员的父亲去世 她母亲挑起扶养四个子女的重任 做生意赚钱养家 才让自己子女都完成了学业 于是金正希陆陆续续完成了 经济大学艺术学院绘画系学士 书名女子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美术教育硕士学位 韩国国民大学博士毕业 首尔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首尔国立大学开设的非学位课程 最高领袖人文课程 妥妥的雪霸级人物 除了提升学历还对自己颜值进行改造 韩国整容技术可说是世界顶流 甚至于可以让一个人改头换面 金正希为了让自己更美一些 再美一点 狠着劲对自己脸部进行多次大刀阔 辅得改革 从这些照片上来看 金正希整容还是相当成功的 只是整容前底子也是蛮清秀的 据说韩国歌手安置换 针对他整容话题还创作了一首新歌 像迈克·杰克逊一样的女人 另外金正希在母亲做生意的熏陶下 在2007年成立了文化艺术展览策划公司 Kobina Contents 担任CEO 经营蛮成功的 还有股市投资 也学会起码绘画钢琴 高尔夫等 也许一直忙着蜕变自己 金正希的爱情来得太晚 虽然有传他和一名医生有短暂恋爱史 但一直未不如婚姻 直到2012年3月11日 金正希和检察官尹西越结婚 这一年金正希40岁 尹西越52岁 尹西越出身颇平尹氏 这可是朝鲜大姓 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 韩剧中很多王妃大王大妃可都是尹氏 他的父母都是教授 1979年 尹西越考入首尔大学法律系 到大学4年级时 通过第一轮律师资格考试 但第二轮考试不及格 之后连续9年都没有通过 直到1991年才通过 1994年完成司法研修院课程 才正式成为检察官 之后短暂辞职做过律师 但是后续认为做律师不符合自己性格 又做回检察官 在认识金正希之前 最高职位也就是检察厅所长 两人声称是通过一名僧人介绍 在2010年认识彼此 那时候尹西越银行账户上 才仅仅只有2000万韩元 折合美元才2万不到 不得不感叹 韩国检察官还是蛮清廉的 而金正希那时候早已实现财富自由 妥妥的白富美 这时财富悬殊 金正希依然在和尹西越交往两年后 嫁给他 在他看来爱情和财富无关 婚后曾有孩子 但不幸流产 为了丰富家庭生活 于是领养了很多宠物 小狗四只 小猫三只 下班后就和小可爱们一起玩耍 相当惬意 除了自己领养外 金正希还投入到 关爱流浪动物的活动 很有爱心呢 遗憾的是 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因此只能把精力都用到事业上 也许金正希有望敷命 尹西越在婚后 生殖如同坐上火箭 一年一个样 短短十年间 从一个小处长到文在寅 政府期间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直到登上职业生涯的顶峰 当上总统 在就职仪式前 尹西越带着妻子金正希 去了首尔险中院祭拜 夫妻两人和随宠等 都是全黑的造型 有种大佬出街的祭司感 就职典礼后的晚宴上 金正希又换上一身银色套装 短款紧身上衣凸显身材 相当楚楚动人 他举起高脚杯与道场嘉宾 平平干杯时 应付得体自如 到了发布会上 金正希又换了一套米色造型 配上珍珠项链 看起来很温婉 如今49岁的他 当上总统夫人 平时的努力终于有了用无之地 他的人生也会因为 这个韩国最美第一夫人的称号 而变得不同寻常 至于他的黑历史 既然是历史 那么就是过去时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